这次呢讲一下爱丽丝的双手的配合 之前已经讲过了 右手怎么弹 还有左手怎么弹这个东西 那这次是双手配合 就是AEA是左手的弹法 但这个AEA具体什么时候弹 跟哪一个音符一起弹 这个是核心了 那这个就是需要看一下谱子 看一下这个第一行 这个位置 就是AM的位置 这个右手的拉和左手的A 小指的A是一起弹的 然后继续弹这个左手的E 和左手的A 大拇指的A这个是 这个是小指的A 弹完了之后 你再弹右手的倒米拉 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这个概念得明白 那后面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样的 那看一下这个倒米拉 然后这个C 右手的C和左手的E 它是一起弹的 然后左手继续弹B E 然后再接右手的倒米拉 是这个样子 这么弹就好了 就这个概念 也就是你需要仔细看谱子 看一下 右手的哪个音符 和左手的哪个音符 是一起弹的 然后练的时候 先练一下前两行 甚至是第一行 然后再接右手的倒米拉 这个拉和左手的A是一起弹的 然后继续弹左手的三个音符 然后再接右手的倒米拉 然后又一起弹 左手弹完了之后 接右手 一起弹 接过去 一起弹 接过去 就这个概念 只要仔细看一下谱子 你就能看明白 就哪个音符和哪个音符一起弹 然后这首曲子有什么特点呢 右手弹的时候 左手是不弹 左手弹的时候 右手是不弹 这么接过去的 所以它简单 所以我把这首曲子 放在了这个位置上 就是这样的 这首曲子就这样 然后这个左手 要不要一直按住呢 有没有必要一直按住呢 没有必要的 学完踏板它就一样了 你弹完这个三个琴键之后 你就提前去其他的下一个和弦里面准备一下 这样的话才会简单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当然很多人练一练 它自然就会养成这种习惯 所有人都是这样 那么我现在开始就从头到尾 全部弹掉 这个呢 就是双手的配合了 双手配合大概是需要练习三个小时 人和人之间是有点差异的 然后这个学习效率 这方面是有点差异的 然后这个弹的流畅还是不流畅 然后他投入的时间也是会有点差异 大约是三个小时 累计练习 双手的配合 那这一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下节的话 我们学一下最后一个环节 学一下踏板 踏板的话呢 爱丽丝的弹法 就踏板的使用方法 和其他的所有的曲子的使用方法 都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踏板是学完了之后 就是一劳有力的东西 好 这次就到这儿 下次学踏板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